上午十点多 记者来到杭州滨江的一处码头 江上有一些渔船 岸上的孔师傅说 他刚刚把鱼钩放下去 要等到下午来收鱼 孔师傅告诉记者 自己14岁开始捕鱼 现在已经40多年 这抓鱼也有一些窍门 一旁的孙师傅也是刚把鱼钩放好 他说 上午9点来到江边 今天主要想抓鱼鱼和江蛮 下午两点多 记者收到几位师傅发来的丰收视频 他们表示 因为这几天 前堂江水位比较高 有时候还会遇到风行 所以捕鱼的量不算大 在前堂江附近的杭州阳工农贸市场 摊主沈大姐已经把刚捕捞上来的江仙摆了出来 他说 这两天捕到的鱼确实不多 神家不是那边都在下大鱼吗 放水了 都放下来了 不给我们去炸 那倒鱼就是三两跟二两半以上的三百块一斤 这二两半以下的有时候多的时候也是便宜的 少的时候也要这样的价钱 那一样大的就是要一千块钱一斤 八两几两都是一斤多都是一千块钱一斤 就是小一点就要便宜一点 有种最小的五百块一斤六百块一斤 鱼确大的就是一百一斤 就是八两九两都要一百 等了四个月的江仙重新上市 不少市民也来采购了 有鱼 七月一号开始抓嘛 可以抓捕嘛 现在刚起来嘛 准备回去怎么做 清蒸呗 饭店呢 现在江仙刚出来嘛 就是说吃江仙的时候 谢谢嘛 这刀鱼一碗怎么做 这小的干渣 大的酱油清蒸 酱油蒸 刀鱼鲜了 吃个鲜味 188黄剑记者报道